一根铁柱为何是当地聪明嘲讽祭拜 千百年来不孝不倒 究竟是神灵必要还是另一个原因 祖先崇拜 纪念功德 铁柱绅士胡朔迷离 他不得了呢 平南芒呢 这个收了兵器就有尺度 神奇铁柱究竟为何而见 千年步道不孝之谜又能否解开 敬请收看X道路之千年铁柱之谜 诸葛亮七秦七宗梦获 这一典故出自于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 其中诸葛亮的神迹妙算和宽宏大度 给许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这段典故并没有在史册中记载 正史中只有关于诸葛亮平定西南的记载 孟获也确有欺人 虽然这段历史没有小说中那么精彩 但确实也给西南地区 也就是当时的南夷之地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根屹立在迷渡县的千年铁柱 会跟这段历史有关系吗 由于迷渡县曾属于南夷地界 又有诸葛亮当年平定西南的典故 再加上曾经在铁柱旁边的孟获塑像 不禁让人猜想孟获和铁柱之间的联系 在民间就有关于孟获铁柱的传说 历史上有一个诸葛亮齐情孟获的典故 或者是史料传说 孟获诸葛亮齐情齐放以后 他幸福了 佩服他了 然后为了纪念诸葛亮 他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柱子 就把这个奔气融化了以后 铁柱一是纪念七情七犯不少灾 二一个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地方 不要再战乱了 要和谐 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 和这根神奇的铁柱之间的传说 还不止在孟获身上 关于铁柱的身世 还有另外一个传说 由于历史上曾经有诸葛亮 诸葛亮 平西南 也有传说 他诸葛亮 平南芒 这个收了兵器诸葛铁柱 所以又产生了这么一个几次活动 关于这段历史不仅有传说 在弥渡境内 还有一些和诸葛孔明有关的事件 这个诸葛亮五号 以迷路的铁柱传说比较多 据史料记者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有青楼山 现在就是青楼古坊这个位置呢 也有诸葛家 诸葛庙 历史上诸葛五号的士兵 在这平西战来得过 梦获塑像 诸葛战 这些仿佛都将铁柱和诸葛亮 平静南移这段历史 联系在了一起 会不会真的如传说那样 铁柱就是当时为了纪念 诸葛亮平静西南所建的呢 把这些历史事件 和铁柱周围的环境结合起来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 但是根据铁柱上标识的建造时间 唯建即时三年 要比三国时期整整晚了六百多年 且在史料上也并没有关于 铁柱驻于三国时期的说法 由此可见 此种推断并无太多事实依据 铁柱并非三国时期所建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 关于铁柱驻于三国时期的传说呢 我们王文考古呢 以物为准 以史为准 那么这个铁柱呢 它首先在柱子上就有遗文 明确地记载了 是这个建籍十三年建 也就是公元八七二年建的 那么就说明 它是当地人 在龙氏龙里头之下建在一起 老百姓美好的联想 把铁柱和三国时期 著名的人物联系在了一起 但铁柱如果不是诸葛亮或孟霍所住 那又会是谁铸造的呢 当初铁柱在铸造时又有什么用途呢 在解开这些谜团之前 首先得弄清楚铁柱的来历 在我们迷渡 就是说许许多多的这个吹窗当中 有铁柱这个字眼的吹窗 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现在的铁柱庙 二一个呢就是在 离铁柱庙三公里左右的一个吹窗 叫铁柱庙 在民间传说呢 这个铁柱也呢不在这个铁柱庙 而是在铁柱庙 假设真如传说所言 铁柱曾经进行过搬迁 而现在的铁柱庙 并非铁柱铸造的地方 那为何铁柱需要从三公里外搬迁至此呢 这个地方过去是水箱侧过 地势比较软 那么这个铁柱在这个瓶吧里边呢 一个呢就是地势软 柴设不住这个铁柱 二一个呢可以说风水 不如现在这个地方 据说当时搬迁是受地势和风水影响 这样的搬迁原因 是否和铁柱的用途有关呢 这一个是我做过深入的调查 但这是老百姓当中一个场所 没有史料记载的 我们也对铁柱兵进行了实地考察 但是呢有一千多年的时空啊 现在那里是没有任何冶炼遗迹的 铁柱搬迁的传说并没有事实的依据 那铁柱最初铸造的意义 自然也无法从此处推测 从历史传承的角度分析 现在的铁柱庙香火鼎盛 那在一千多年以前 铁柱会不会和今天一样 也是为了祭祀用的呢 这一点上呢 经过多年的研究分析 那么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铁柱先民 铁柱先民 他们的这个 对祖先的崇拜呢 是以树崇拜为主的 树崇拜为主 那么这个 我们这里的铁柱先民 曾经在技术的习惯下呢 就是要一个三鸭叉 三鸭的一根树 一根松树 那么来作为 祖先崇拜的偶像 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 那么它由技术改变为技术 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然后呢 文化 各方面的不断的发展提高 那么就产生了 寄铁柱 一族对树有着独特的感情 在他们看来 祖宗树比老祖宗还大 先有祖宗树 后才有老祖宗 在南照铁柱的顶端 我们也看到了 类似于三鸭叉的雕刻 但南照铁柱上代 是三条金龙 难道这三条金龙 还包含着其他的意义吗 我的观点就是 铁柱崇拜是树崇拜的传承 这一个观点 所以由于它是传承下来的 它照样要仿着树压叉这么一个 所以它方式三叉 只不过后期又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不是上边现在的铁柱上有三条龙吗 除三条金龙以外 南照铁柱的柱顶还被一个铁锅给盖住 这又和遗族的树崇拜有什么关联呢 下一个朝代 对上一个朝代是要否定的 它是不能按上一个朝代所做的 那么所以它要把锅罩上柱子压迫着它 另外南照铁柱的建造规格中 也隐含着一些祭祀崇拜的信息 柱子它的总高用现在的车辆和三米三 它的直径是一尺三十三公开左右 我们在民间都是以丧为重的 因为丧最起码从崇拜祭祀的角度是天地鬼 天地人代表丧 所以它这个耻翠呢 可能也有这些想法在里面 现在每年的正月十五 铁柱庙里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 以当地西神地区一族为代表 大家欢聚一堂 展开打歌 吹炉声 还有民间花灯等等活动 一起祭祀祖先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那么这个柱子呢 根据我们好多史料的研究呢 它不但是代表了一个天上 而且呢也是一个从人间通往天上的一个天体 一个天体 那么它通过这个铁柱呢 可以到达神灵所在的地方 使上天得到保佑 也就我刚才说的 祈求一年四季的保佑平安 所以呢 它同时是祭天 也是祭神 同时也是祭祖先 它是一个宗活体的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崇拜和信仰 不论是对祖先还是对图堂或者是其他物体 崇拜 信仰都是人们心中的一份美好的期许 一份心灵的寄托 大理迷渡县的这根南兆铁柱 只是崇拜对象的一种衍生 但在这根铁柱上寄托的不仅只有崇拜 还有那历史上被称作南门的西南少数民族先民们 那古老传奇的智慧和他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拳